我一直在喘谋,重生娱乐该如何超越自我,在陨落的武士团之后取得新的突破,近来深夜里我辗转反侧,通宵唱完起这部续作,亲眼见证着他们的成果,卡尔·凯斯提斯成长了许多,我也有不少收获,又一次我们回到了遥远的星河。 在我看来,幸存者之余陨落的武士团就好比是阿卡姆之城之余阿卡姆封人院,它丰富了前作的战斗选项,拓宽了原本的世界大小,提升了地图的开放程度,新增了许多游戏能力,还把收集物品塞得满满荡荡,阿卡姆系列充分满足了玩家们对力量的幻想,而幸存者更是如此,想要体验掌控原力的快感吗?相信我,这部作品就是你的最佳之血。 新存者和陨落的武士团上下承接,在接触他之前,或许并没有不先去试试前作的理由。 从这个角度来看,续作对主角的能力安排就很合理了,游戏开场时,卡尔并没有失忆,他的原力也还在,准确地说,其实他在上一部游戏里获得的大部分技能和升级项都没有消失, 但是,幸存者没有设计什么套路,我们也就不必重新学习二段跳,原力推力,更不必担心被假瓦人偷走什么关键道具了。 除了回复道具,生命精华和原力精华仍需要重新取回之外,卡尔依旧是五年前和我们分别式的那副模样。 真因如此,续作才能迅速调动起玩家的情绪,把大家转回故事里来。 这场全新的冒险始于科洛桑帝国,我们一上来就要运用原力把暴风兵推下悬崖,还得完成一连串的操作,又是攀岩走壁,又是滑坡荡锁的,很是精彩,别忘了,这还只是个开头。 在离开科洛桑星球之前,游戏会给予玩家蜘蛛侠式的勾索能力,在那之后,我们也会一直循序渐进下去,一路解锁各种各样的新内容。 等我们学会空中冲刺之后,只要配上二段跳,就能享受飞一样的感觉了。 我们能一口气越过超远的距离,连转两个弯绕到拐角的地方,而且全程不碰地面。 当然了,空中冲刺显然不是由幸存者首创的设计,但重申娱乐的确把这一机制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与此同时,也算是进一步发挥了泰坦陨落的强项。 说到星球大战的话,那自然是绕不开光剑啦,光剑对决是陨落的武士团中相当精彩的一环,而幸存者更是在过去的基础上进行了好几档升级。 本作一共拥有五种不同的战斗方式,每一招每一式都编排得非常出色,实战起来也极其华美,也极其凶猛,其表现力在整个星球大战IP之下都是数一数二的。 卡尔的光剑支持玩家自定义功能,搭配选择相当丰富,所有的剑刃颜色都会在游戏开始不久之后迅速解锁,这样一来,玩家们就能尽快打造出自己想要扮演的主角形象了。 卡尔的爆能枪和服装同样如此,而续作中的可选范围更是变广了不少,无论外貌如何,他都是深受玩家们喜爱的那个卡尔·凯斯提斯,而你我扮演的卡尔肯定会有着两版不一样的风格。 最后别忘了我们身边忠诚的好伙伴BD-1,这一作里他身上自定义选项也让人特别满意,当年在陨落的武士团里,玩家还只能更换他身上的涂装配色,看看他跟着我们动起来的样子,这部游戏里可爱的小细节实在是太多了。 再说回光剑,玩家同时只能在两种战斗方式之间进行切换,也就是五选二,于是我们又可以为自己的卡尔多添一点个性。 在前作中体验过单刃、双刃以及双持的战斗方式之后,这一次我选择了剩下的两种,一种使用的是受凯洛伦所启发的十字光剑,他的手感很像扩建,缓慢而沉重,可以朝目标打出机兵效果。 而另一种使用的是暴能枪,他为卡尔省下了不少近身作战的功夫,远距离击杀小型敌人的感觉有多棒,应该就不用我介绍了吧。 有了新的战斗方式再配合上新的原力技能,卡尔就能做到这样的事情。 当然,我们可以前往任何一处冥想点切换战斗方式,不过呢,每种战斗方式都配有一条自己的技能数。 换句话说,游戏是在鼓励我们专精于其中之一,个人而言,我也是在玩到整部游戏后半段时,才确定自己喜欢哪一种的。 游戏的剧情编排也很出色,激动人心的动作场面可谓是一段接着一段,阴差阳错间,卡尔被卷入了一场竞赛之中,而这场竞赛的目标实际上是一张地图,他通往一颗远方的星球,指向一处失落的宝藏。 这下还真的对上了,卡尔就是星战宇宙里的内森·德雷克嘛。 于是游戏就有了带领玩家前往各种谜题密室的好理由,本作的通关时间大约是20小时或30小时,至于具体是多长,那就要取决于每个人绕路跑图的时间,和被这些可恶的小同目们折磨的时间了,反正我是花了30小时左右才通关。 剧情方面,我最大的不满在于故事里缺少惊喜,几乎每一个关键的情节转折点都是有迹可循的,相关暗示也给的特别明显。 起初,游戏里的主要反派还没有自曝身份,我肯定也不会在这期视频里直接剧透给大家,我只是想说,他们的那点小算盘一早就能被人给看穿了,不过呢,至少他们的台词文本和演出水准都很有深度。 作为游戏角色,他们并不是从卡尔以前面对过的敌人那里直接复制粘贴过来的,在大部分时间里,幸存者的角色都是优于剧情而存在的。 那些活跃于陨落的武士团的角色们也悉数回归了,我真的很喜欢这群有血有肉的伙伴们。 而这一次,唐浪号的船员们也不会轻易盖过卡梅隆·莫娜汉身上的光芒了,卡尔的动机不再只是反抗帝国那么简单, 如今的他渴望过上全新的生活,他想寻找反抗军之外的人生意义,想放下内心的愧疚感,也想拥有一个安全温暖的家。 自从摆脱66号指令之后,他的人生道路也跟着一起改变了,如果当初他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或许现在一切都将截然不同。 正是由于这样的人物背景,卡尔的决定才更有分量,他的主角形象才更加显得立体。 BD1自然是一直跟在卡尔身边,但其他船员就不一样了,至于他们为什么要在陨落的武士团结束后分道扬镳,又为什么要在幸存者里再次团聚,游戏里也给出了非常合情合理的解释。 暴脾气的格里兹是人们最爱的角色。 泰勒与为玩家提供睿智的话语,同时也在小心翼翼地避免滥用自己的口头禅。 梅林回归后,一下子就和卡尔擦出了火花,颇有旧情重燃之意。 他的传送能力也为玩家们带来了整部游戏里最刺激的动作场面。 如今的色蕾也变得无比强大,虽说卡尔不再需要这样的一位导师了,他的戏份也有所减少,但他的实力仍不容小觑。 在某个重要的关键时刻,他的实力在玩家面前一览无遗。 在一大群性格迥异的外星配角之外,我们的小队还加入了一名新成员,博德。 他也有着雇佣兵的人设,就像卡尔在陨落的武士团里那样,起初他只是一个有些平淡的角色,可随着二人在对抗帝国的过程中慢慢建立起了友谊,他的背景设定也变得越来越充分,他的人物形象也变得越来越有趣了。 在某些剧情任务中与盟友并肩作战可以说是一种享受,特别是看着梅林在战斗中闪烁突袭,变换着攻击目标的时候更是如此。 但是不用担心,盟友在战斗中并不会受到伤害,凭借这一特性,你可以让他们先手攻击敌人,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此外,他们还可以帮你开辟出新的道路。 但他们的插刻打混和陪伴肯定会让游戏变得更加生动,这是发出逼逼声卖萌的BD1做不到的。 有新朋友当然也少不了新敌人,在星球大战绝地陨落的武士团里,与帝国裁判官展开大战后,能在本作中看到帝国的角色逐渐退居幕后,还是让人挺欣慰的。 本作中的帝国士兵以及安保机器人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调剂出现在游戏中的,让玩家不至于感到无聊。 这是一种十分巧妙的设计,将正传三部曲和前传三部曲的敌人合理地放到了同一个游戏中。 游戏中也不发一些野兽,无论你走到哪个星系,似乎都能找到巨大的虫子和狼人形态的野兽。 陨落的武士团的敌人阵容已经相当丰富了,本作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做了强化。 当我发现自己处于不同势力的战场当中时,感觉还是非常有趣的。 说到生物,本作中卡尔学到的新能力之一就是驾驭动物。 除了能在空旷的地方载着卡尔驰骋之外,速度也只比步行稍微快了一点而已。 游戏中还有一种可以当作滑翔帆的飞行动物,但它们只会在特定地点出现,更多的还是作为一种解决环境谜题的工具。 这次旅程将我们带去到一些前所未见的星球,其中一些星球非常广阔,包含各种截然不同的区域。 比如卡尔的新家园寇博,不仅有草原,有沼泽,有地下设施和坠毁的飞船,甚至还有一个云城。 各位可千万不要把他们和星球大战中的塔图音或恩多卫星这样的单调星球混为一谈。 每当我进入一个新的区域,我就会转动视角,寻找关卡设计师留下的提示,找出可以贴墙跑的墙壁,可以抓住的天花板,以及可以穿过的裂缝之类的东西。 这些关卡本身就是一道经过精心设计的谜题,当我把手头上有的工具和能力都利用起来之后,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会让我觉得有不合理的设计。 考虑到本作中战斗和解谜所战的比例相差无几,能看到如此多样的谜题实在是不容易,位置路径等谜题的设计都十分巧妙。 与我们去年在《战神诸神黄昏》中看到的很多设计不分伯仲,他们的设计谈不上多么有突破性,但至少从头到尾充满乐趣。 纵观这一切,幸存者是一款画面华丽的游戏,环境和人物都很精美,也许正因如此, 它的性能表现就一般了。 我的PS5在4K分辨率质量模式下出现了一些掉针情况,特别是在烟雾或雾气周围战斗时感觉会更加明显, 这也使得找准招架和躲避的时机变得十分困难。 令人失望的是,即使是1440p分辨率下,开启性能模式游戏画面也不能稳定在60fps。 此外,我还遇到了一些bug和游戏闪退的问题,只能推出游戏并重新读导才能解决。 当然,EA也承诺会推送首日补丁以解决问题,但参考EA过往的操作,想要完全解决问题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在幸存者中与不同的敌人战斗时,流畅的画面可以说是十分重要,因为在学习招架,他们的攻击以及躲避那些无法格挡的攻击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也不得不承认,在与残酷的最终boss熬战了几个小时后,我把难度调低了一档,以便赶在期限前通关,完成评测。 不过游戏中的战斗并没有特别新颖的地方,他们的质量很高,但大多数设计的比较传统,和陨落的武士团相比并没有太大改进。 关于寻找boss的问题,星球大战绝地幸存者给玩家提供了一张地图,这是个不错的设计,但是在可用性上确实还有不少上升空间。 就像在陨落的武士团中一样,本作的地图设计似乎重点都在于还原星球大战中的全息图一样,而可读性就因此达了折扣,而它的路标指示也不总是正确的。 不过,当我迷路的时候,上面所画出来的行径路线还是能让我找到正确的方向的。 此外,在本作中,重生娱乐还给游戏加入了在保存点之间快速旅行的能力,当目标位于这些大型迷宫另一侧时,可以快速旅行真的可以算是把玩家从苦难中解救了出来。 地图中的内容也很密集,新存者在主线剧情之外也有丰富的事情可以做,比如悬赏任务,追踪并击杀传奇生物,以及战斗挑战等等。 其中一些非常困难,即使在默认的绝地武士难度级别下也是如此。 最重要的是,游戏中还有大量的收集品,更别说还有新游戏家模式。 星球大战绝地幸存者延续了前作的荣光,并将系列带到了新的高度,只需要用二段跳和空中冲刺,就能把玩家带入一场史诗般的光剑战斗。 在本作中,我们不必回到原点操控还只是绝地学徒的卡尔,而是直接控制一个成熟的绝地武士,并见证其逐渐成长为拥有非凡机动性和战斗力的大师。 幸存者拥有一个更大,更多样,且内容更密集的新世界可供玩家探索,令人难忘的经典角色也在本作中回归。 幸存者讲述了一个可以预见,但仍然有趣且高潮迭起的故事。 抛开游戏性能表现的问题不谈,这是一部几乎所有方面都超越前作的作品,同时也是一款十分出色的星球大战游戏。 如果重生娱乐能再制作一款如此出色的星球大战游戏,毫无疑问, 他们将组成近30年来最棒的星球大战三部曲。